嘿大家好,在明天我们将来迎来BTG联赛的第二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也是一个遭遇展,之前我们不了解对手太多信息 但是对手上一场比赛8比2大胜,所以明天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 OK,在这个准备阶段呢,我想重温一下我们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得失 上一场比赛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边后卫后腰的一些配格 包括边后卫对手名员这个支持和这个后腰,然后回来赢球这几块 还有就是大家尽管传球准确率不是很高 但是大家已经形成这个把球经常传起来 传给队友,传给正面迎接队友这些意识 我觉得这是值得表扬的地方 在接下来呢,希望大家把这个作业好 而我们的每场比赛呢,希望在某一方面有一个特定提高 这样的话,当一个BTG联赛整个打下来以后 我相信我们的整体实力会有一个提高 那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接球 对队友的支持这些方面 然后在下一场比赛呢,明天这个比赛呢 我希望大家在这几个方面再有所提高 第一呢,就是一个领地的观念 什么是领地观念呢 就是当你失球的时候 如果对手从你背后 或者是过来抄断你的球 那你要护好你自己的领地 把球护到你的脚下 我们之前一直说我们正面去赢球 正面去赢对手的队友的球 然后怎么去赢呢 不是说站在那块,然后等队友传过来 这时候对手很可能从背后抄袭过来 把球断掉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样一段抄袭以后 你再回追,你从他背后回追 然后对他进行犯规 任何干扰什么的都很被动 所以尽量在队友传向你的时候 往前赢一步 然后去接那个球 接着球以后第一步 是朝这个方向把球护好 把球护好 护在自己脚下 维护好自己的领地 不要让对手超过你的领地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然后让球在自己的脚下 多待一段时间 在对手的脚下少待一段时间 OK 第一步护好球 把球持在自己脚下 如果对方继续紧逼 可以考虑直接犯规 直接造犯规 然后我们发任一球 也可以考虑直接把球传给正面队友 如果我们身后两个对手包夹的话 我们没法特别好的护球 OK 我们可以把球适当的往两边分 分给这个正面迎接自己的队友 然后他有更好的处理的方式 因为他正面迎球 然后如果对手不仅逼你的话 这时候再考虑转身 轻易的话 我们不要考虑第一时间转身 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丢球的时候 而一旦丢了球 你就相当于被过掉了 然后让你的队友 直接面对对手的冲击 这是一个不可取的方案 大家如果能够再回想起 上一场我们那个 墨西哥联赛的 墨西哥队的那个 后腰 那个胖胖的后腰 他上场的时候那个情况 他拿球的几个动作 和那些对队友的帮助 这样能感受到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这个动作的非常关键 而对手的每一个人拿球的时候 基本第一个动作都是把球 负在脚下 然后不让你抢到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 不要轻易的去正面冲向对手 要跟队友之间形成配合 第一步先要把球拿在脚下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明天要更多的把球实在对自己 几方脚下 这样的话让对手 对我们造成更少的冲击 第一territory 就是领地 第二呢 就是一个support support是 是一个全队的概念 比方说我方后 我方这个 后腰两个位置拿球 后腰是全队的一个 一个中 攻防转换中心 当进攻的时候 他们突向哪块 三条线就应该 维持在他们的 左右两边 上下两边 然后随他一块上 一块下 在防守的时候 他们是第一道屏障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而全队的这个support呢 在于把球传给他以后 比如说边后卫 把球传给他以后 马上要跑到下一个空位 去接球 在把球传给自己的队友以后 马上 不是说停下 OK 自己责任没有了 在那看着 而是说马上跑到下一个空位 去等队友可能传回来的球 这是我们要给队友的一个support 在传球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更多的 要打在脚下 这也是对队友的一个support 让队友更好的 更舒服的可以处理球 这是对队友负责任 也是对队友自己负责任 更对整个球队负责任 好吧 第三个我想说的就是1-1 一对一 在我们的球队中呢 因为我们通过之前联赛 已经有过一个验证 就是我们可能个人小技术 非常好的一些球员 比如说在小场上 然后都可以吃下风云 过好多人的球员 但是在大场上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身体优势 导致如果你即使 你通过一些假动作晃晃动 然后可以轻易的过一个人 然后第二个人 很可能过来把你抄劫 然后后面一堵 整个球队断掉 所以在场上 我们应该尽量减少一对一 这样的一个过人方式 这样的一个持球方式 更多的 像我刚才说的 三条线整体推进 整体下整体上 跟这个后腰的位置走 然后呢 更多把球传导起来 更多通过传切来过人 什么时候可以弯弯弯呢 理论来说 我们只允许一种情况 就是当你在边路 被压制了 你球传到这里了 然后后腰和边后卫 或者前方支持不上来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审得 沿边路突破 这是我们理论上允许的 唯一的突破的时机 在这个时候 你一旦突破不成功 OK球在这个地方 或者直接出界了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回撤 或者是让队友 有足够的时间往这边靠路 所以呢 在明天比赛中 我不希望在正面 在中场这个附近 出现太多的一对一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 一旦被断以后 对手很可能直接 面对我们的后防线 这是不可取的一个方向 所以明天注意 尽量减少一些一对一 如果在边路被防死了 并且没有足够的 support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一对一 但是呢 尽量往这沿着底线 沿着边路突破 而不要尽量 不要往中间走 往中间的所有突破 通过传球 往回传 然后通过这个 中间位里的直C 形成一些突破 好吧 具体的明天 我们到现场 看对手的情况 然后再决定 在传中 和那个C身后的时候 尽量打哪一边的内部 这些是我们明天 在赛前和赛中 比较调整的一些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 多留心一下 然后明天的话 可能会是场苦战 大家保持一定的耐心 上半场 我们一般最近犯的问题 就是上半场打得很好 然后下半场的时候 一般不如上半场 有那种持久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保持一种90分钟的 一种态度 然后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希望大家明天 能够拿下比赛 就这样